事实上很多人对于盖亚有着错误的刻板印象 由于TV双奥设计 外加阿古如冷酷装逼的表现 不少小伙伴们都下意识地认为 阿古如的表现强于盖亚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无论是盖亚TV本篇 还是在衍生的OV剧场版 盖亚的表现都是可圈可填 全51话的剧机 盖亚仅有两次战败纪录 TV第三话由于能源不足败给阿帕塔 TV第50话与阿古如一起败给佐格 总顺利来到了恐怖的96% 与戴拿并列为胜率最高的奥特曼之一 比起阿古如开场装逼被打脸的表现 盖亚稳扎稳打的发挥 明显是更加出色的 在TV结束后 盖亚和我们熟知的奥特曼一样 走上了回归客串的道路 但可惜的是 对比起自己的好兄弟迪加戴拿 盖亚的待遇简直是差了一批 除去1999年播出的剧场版 与2008年的超奥特8勇士 三兄弟一起回归亮相外 盖亚想要在后续的作品里出现 虽然没有怎么吃到削肉buff 但想要单独回归 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每次都是三兄弟绑定 2002年和2003年的新世纪奥特曼传说 盖亚和全部奥特曼一起回归跳舞梦迪 2015年的银河S日常版 盖亚作为平成老前辈 与三兄弟一起短暂回归 2016年欧布原生之处里 盖亚好不容易与阿古如作为配角回归后 风头也被阿古如带拿抢走 而谁都想不到的是 这既是盖亚本体在新生代的第一次回归 也是最后一次回归 后续登场的新生代完全是查无此人 进入借力量开挂的时代后 盖亚即使在泽塔TV回归借力量 登场也就是一个虚影 来到了2021年7月10日 2022年7月9日 迪迦与戴娜的纪念座 特里加德凯相继推出 让大伙对于盖亚的纪念座 期待只直接拉满 官方更是调赌粉丝胃口 在舞台剧放出了盖亚新生代SSV的皮套 但到了真正公布新奥的时候 布莱泽的推出又狠狠打了大家一巴掌 直接让盖亚出麻了 于是盖亚和阿古尔一起再次踏上了 等待回归的道路 综合盖亚的实力来看 基础形态的盖亚 具有普奥上游的水平 制高型有着纠结奥下第一梯队的实力 SSV虽然没有正式登上大荧幕 但仅看它的融合材料 可以把它预估为纠结奥水平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喜欢盖亚呢 如果你还知道哪些关于盖亚的设定 欢迎在评论器里交流讨论哦 本视频仅为阿泽个人的看法 并不就必须全微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